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奖故事 昨天是8月2号 经历了一晚上 大家都没怎么睡觉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事情咱们就不平说了啊 可能在这个直播的时候 没准会去讲两句啊 但是出了个什么事呢 出了个跟我们有关的事 就是微博崩了 新浪微博崩了 咱们呢 讲讲新浪微博的事 在8月1号啊 新浪微博呢 就已经有这个 就是先见之明 干了一什么事呢 把这个台湾市场的运营整个停了 至于以后啊 是不是还能恢复的回来 不知道啊 反正到现在还没恢复呢 8月1号大家就发现在台湾地区访问 新浪台湾的服务 就已经彻底访问不了了 这个新浪台湾呢 是从1998年11月就开始运营 到现在已经运营了24年了 对吧 虽然它到底有多数用户 咱们不知道 因为台湾人家可以看YouTube 可以看推特啊 可以看Facebook 对吧 然后这个到底有多少人用新浪 咱们不知道啊 但是呢 反正运营了24年啊 到2022年8月1号就直接不玩了 啊 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求生欲的事情 以前啊 出过什么事呢 金山有一个游戏 好像是剑侠情缘 在台湾运营的时候啊 因为你大家知道 在游戏里大家是可以聊天的 对吧 就有些人在里头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 那这事哪成啊 对吧 你这个 你的用户在你的游戏里头说了不恭敬的话 那你要承担责任的呀 对吧 就整个就停服了 把网线了 这事就肯定不行了 然后这个这个金山就没办法只能上去整治嘛 啊 后来就是大家严格的干嘛呢 叫禁止全球同服 对吧 你哪怕打游戏 中国人跟中国人打 啊 外国人跟外国人打 对吧 所有那些这个大家在看抖音啊 看什么各种这个视频上说啊 说外国玩家被中国玩家欺负了这种事情 对吧 都是这些中国玩家翻墙注意打的 对吧 那都是违法的 所以现在大家有要求就是 中国玩家是不可以跟外国玩家一起玩游戏的 啊 万一你人家说点什么 这个这个啊 不恭敬的话 对吧 你听了以后一时没忍住啊 这个这个影响了身心健康 这事不行的 对吧 它它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 哎 所以呢 这个啊 2022年8月1日啊 这个新浪微博啊 就说了说 因公司运营策略考量 将暂停台湾市场运营 自8月1日起 将停止新浪台湾网站运营 新浪啊 就是大概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出来 就是我们就不玩了 然后原因呢 是叫做啊 因为这个叫公司呃 营运策略啊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在这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就是没用户 对不对 花了一堆钱也没人看对吧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是没有看的数据啊 不知道 在8月2号晚上10点啊 是刚过10点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飞机是10点40多落地的吗 然后刚过10点的时候呢 这个新浪微博在国内就直接挂了啊 但是他也不是直接整个挂掉了啊 大概是一些手机客户端访问不了 在某些省市啊 手机客户端访问不了 这个呢 很多网友就说了呀 这个东西叫技术性荡机啊 对吧 这个啊 叫战术性荡机 对吧 该荡的时候就一定要荡 你如果不荡呢 那你万一大家说点什么不恭敬的话出来 然后给其他的这个啊 这个心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很好的小伙伴看到了 影响了身心健康 这事都不好 对吧 叫战术性荡机 当然了这个新浪客服呢 到今天啊 8月3号了啊 就出来回复这个事了 啊 说8月2号晚上22点06分起 由于自动扩容系统故障 导致北京永丰等地机房的宽带容量超限 啊 然后呢 影响了部分省份移动端用户访问期间 PC端用户可正常使用到22点36分 服务器开始陆续恢复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申表歉意 大概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实际上就是停了30分钟啊 停了30分钟 而且呢 大家注意停的是哪 是北京的啊 这个为什么停北京的啊 你这个咱们先不说他讲的这个技术问题 待会我们会分析这个技术问题啊 这个像我们以前做APP经常是干嘛呢 把苹果的这个办公室的IP屏蔽了 对吧 因为你在苹果审核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某些内容嘛 啊 就可以屏蔽掉 或者我把腾讯屏蔽了啊 把什么新浪屏蔽了 把这个华为屏蔽了 哎 就是让审核方看不到东西嘛 啊 那么他把北京屏蔽了 那北京就有可能有一些官老 也就是拿手机在看 对吧 一些这个不太恭敬的话 这个 这个影响了这个老爷们的这个啊 身心健康这个事不好 啊 所以塌了是哪呢 是崩了是北京崩了 啊 北京永丰等地机房啊 啊 崩掉了 那么这个里头呢 啊 咱们后边讲这个技术问题啊 前面是咱们讲的是个阴谋论啊 后面前面讲的阴谋论 啊 后面讲个技术问题 这个东西到底咋崩的啊 按照他讲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啊 自动扩容系统故障 自动扩容系统故障 什么叫自动扩容系统 就是他在现在咱们就用的都是云计算吧 都是这个云主机啊 云带宽 那么我们想到啊 这个一个主机房里头 他呢 是有这个呃 宽带的啊 有什么其他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呢 包括什么呢 就是呃 我需要机器啊 比如说我一台服务器 能够让一万个人用 然后当我来第十一万零一千个人的时候 那我该干嘛呢 应该加一台机器 加完这个机器 那个在这个时候我才去向这个啊 云计云计算的这个服务商呢 去申请说 请给我一台新的机器 然后在这个过程呢 这个机器是一个白机器嘛 就是这个机器是个空的 然后呢 我们会拿这个镜像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器的镜像 直接复制进去 然后让这个服务器开机 然后这个并线去运营 大概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呃 他呢 讲的是什么呢 叫宽带容量超线啊 叫宽带容量超线啊 那么他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原来是租了一根啊 这个多多宽的这个宽带 现在呢 我需要租另外一根啊 然后呢 让大家继续去访问啊 但是呢 可能呃 就是他超过限制了啊 超过限制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会有些人就访问就失败了 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家知道像北京很多机房 叫双线机房 就是有很多 比如有电信的线 有联通的线 有这个呃 移动的线 或者说有多线机房 他是这样的啊 那我可能就是呃 我扩容了 我扩容这根线完了以后 第一个有可能你啊 扩容错方向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你扩容完了以后呢 可能没有很好的把流量分配进去 然后呢 就是我虽然扩容了 我自动的这个扩容系统启动了 然后呢 启动了以后 我也得到了新的带宽啊 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新带宽 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头 真正要用的时候 我就 大量的把这个带宽加进去 然后等用完了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线退掉 你可以按小时按分钟来付这个线 就是云基钻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很复杂的 就是第一 我比如说加机器了 加了服务器了 然后呢 加服务器就是第一 我要把一个空的机器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重新装软件 当然它是通过镜像直接 装进去 然后呢 要并网 然后呢 再重新把这个任务分配进去 我们管这个过程叫负载均衡 对吧 这个让大家都这个 都这个负载少一点 然后多了两个服务器来干活来了 那么是机器 然后呢 如果是加带宽 加带宽也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加了几个带宽 就是这个线路进来 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说 什么什么样的线路要从这个地方走 比如说你发现你是一个北京联通的人 那么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从这个IP地址 或者从某一个特定的域名去访问这些资源 它会重新来分配这个负宽 说你是这个其他的 比如你是电信的人 那我从另外一个地方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能会出现错误 错误是什么 就是我分配错了 我加了服务器了 加了带宽了 但是呢 用户进来的时候呢 我分错了 对吧 我告诉大家 你们继续在那个比较拥堵的服务器上去工作 在比较拥堵的那个带宽接口上去工作 那么就像就会出现 他这个写的这个叫带宽容量超限 对吧 带宽容量超限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就会有问题 就会有问题 这个跟大家讲了一下 他大概是怎么怎么崩的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 我刚才看推特上还有人在晒这个东西 什么呢 就是他在上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以后呢 他这个在北京吧 他是在北京 然后把所有的翻墙都取消了以后上不去了 然后呢 翻墙翻到香港去 再上上去了 他说没想到 他说我有一天还需要通过这个翻墙去上新浪微博 对吧 就是因为就是北京的这个带宽 这个这个这个机房崩了 对吧 如果你是这个不翻墙 他发现你是北京的 他可能就给你指定到一个呃 就是出现故障的那个那个线路上 或者出现故障的服务器上 你就得不到这个服务的响应 而且在这个里头呢 他会把这个网站的这个就是pc网站上的这个呃 服务器啊 带宽啊 跟这个手机的应用的这个带宽和服务器分开 因为现在其实用手机的多用网站的少 在互联网架构是啊 就是以前的这个啊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那个架构师呢 解决的问题叫伸缩度和复杂度 就是我怎么能够让我一个应用变得可以啊 进行灵活的生长 我需要加模块 需要加功能 需要做什么这些东西 对吧 干这个事 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架构师已经完全变了 互联网架构的时候的时代啊 这个架构师只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叫什么 就是并发的问题啊 就是我到底能够服务多少用户啊 我的容量到底有多少 他们只解决这个问题啊 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应用都相对来说 他的逻辑啊 要比这个以前的这个啊 软件时代要简单啊 要简单 比如推特 他这个逻辑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哎 但是呢 这个叫什么呢 他的并发很大 然后你怎么能够让啊 全世界可能啊 几亿人 然后同时来去关注一个老太太坐飞机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互联网架构师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 他们的处理的方式呢 也并不复杂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第一叫分而置之 对吧 移动端 网页端都分开 走不同的接口啊 你们的你们呃 不要挤在一块挤着 然后呢 不同的省市都分开 不同的线路都分开 比如说你是连通的 你是移动的 你是电信的啊 都分开 走不同的服务器进来啊 就搞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就这个就是互联网 这个叫做什么架构师呢 呃 处理的方式并不复杂 就大家都分开 大家都分开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服务器 或者叫云服务器啊 已经跟这个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服务器呢 叫mainframe 就是IBM做的那个玩意 叫小型机 或者叫大型机 对吧 他尽量把这一个服务器做的很大 啊 做的很贵 而且这一个服务器里头呢 有两个CPU 两个电源 两个网卡 两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两个 对吧 这个 因为我以前卖过这个东西 对吧 他能够实现什么呢 叫不断电更换 比如你有两块网卡 然后呢 有一块网卡坏了啊 或者你发现他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拆出来换掉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的另外一块网卡还在工作 然后你的电脑上的这个什么硬盘啊 什么这个什么CPU啊 内存都在工作 然后呢 他是不不间断的 他不会说因为我去换网卡啊 甚至说我应该去换CPU了 我去换这个呃内存了 我去换硬盘了 他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让这个整个的服务停下来 对吧 以前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尽可能在这个服务器的硬件上 我就做出来 我们管这东西叫熔鱼啊 熔鱼 我们把这个熔鱼做出来 那么你就有两个电源 甚至后边电源都是两个啊 烧了一个 然后我可以换掉 然后让另外一个无缝衔接 然后你换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线插上 然后再坏掉其中一个 然后再给无缝衔接可以换啊 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现在呢 都叫刀片服务器 那个服务器竟可能做的很小 对吧 这个就是啊 一片就是就是可能是一优吧 大概是这么高一优 然后呢 在一个机柜里装满了这样的服务器 然后你要换的时候呢 肯定就是把整个服务器换掉 但是他现在都是变成这样了 是 而且现在的云主机呢 就是他的服务器 可能是一大堆的这种一优服务器 或者说啊 刀片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比 还有很多是那种就是叫刀锋服务器 就比那个东西更小 啊 那你说他这么高叫一优 你怎么变得更小呢 就是他比如把一个四优的机箱 啊 大概这么大吧 装到一个机柜里去 然后呢 再把那个 比如这样再往里头插这个 比如说 呃 扒片啊 或者什么这样的这种小服务器插进去 啊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服务 就是你哪个服务器坏了 我就直接把这服务器掰出来 然后给你换一个就完了 对吧 他他是他是这么干 而且呢 现在大家都不去了 大家面对的都叫虚拟服务器 啊 我直接向一个界面点点点确认确认确认 说请给我分配一个 有10克cpu 然后有这个多少内存 有多少gpu 然后有多少硬盘的服务器 然后呢 那边就直接去给我分配去了啊 他是这么干这个事情的 然后至于这个服务器到底是在一台机械上 在两台机械上 还是在什么样上 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啊 他是他这么来干的 甚至我们现在可能还能遇到arm cpu啊 这个这个咱们讲远了 这个咱们讲远了 太技术了 啊 太技术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跟以前有很大区别啊 有很大区别 啊 第一次开始用这种刀片服务器 是用很多这种小服务器 然后拼在一起来给大家服务的 啊 大家知道是什么项目吗 这个还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项目 啊 这个项目叫泰塔尼克号 哎 你说泰塔尼克那时候有有计算机吗 没有啊 那个时候是干嘛呢 就是拍 就是卡梅隆拍这个泰塔尼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 然后他的渲染服务器就是这么大的 啊 用大量的搭刀片服务器 然后呢 并行的去运算出来 啊 以前做这种渲染的时候 也是用大型机 小型机专门有这样的服务器来给你做这种渲染 哎 现在说不用了啊 你就是整一大堆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来给你去啊 叫一大量的同质化服务器堆叠在一起 然后我来给你做渲染 哎 这个还是挺有名的一个事情 啊 现在的这个一个网站的这种服务器呢 他分很多种啊 有这种web服务器啊 有什么防火墙的服务器啊 有这个叫做什么业务处理的服务器啊 业务运行的服务器啊 有数据库服务器 很多很多种服务器在一起 然后像新浪微博这种可能都是几百台上千台服务器在一起工作 而且这些服务器呢 是在全世界各地啊 可能可能在国内多一些吧 国外人用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可能国外也有啊 全世界服务器都堆着那些服务器啊 堆着堆着他们来用 然后呢 这个啊 他们应对这种这么大并发 因为新浪微博其实用户量是很大的 特别是当发生热点事件的时候 对吧 大家通通通冲上来来搞 他这个用户量非常非常恐怖 真的可能有昨天我估计有应该有几亿人啊 实时在现在上盯着他们到底走到哪了啊 到底有没有中间发生什么故事啊 到底为什么没有发生故事啊 大家都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吧 再刷新一下看看 有什么新的情况出来了呀 都在干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估计几亿人是有啊 这个你像另外一个网站就直接就挂了啊 叫什么叫flight trade24 对吧 就是那个监控飞机的那个网站 监控飞机那个网站才多少人 才200多万人在上头挂着去 直接把他直接把他给告崩了啊 大概也是停了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啊 这个事是挺丢人的啊 我我看到了有一个呃 有一个文章在去讲那个服务啊 后来我想了想说 我还是不给大家讲那个呃 呃 Flytry的24了啊 那个那个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话题了 啊 这个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那个文章 在infoq 上有的有那么一篇文章 啊 讲了一下这个服务是怎么搭的 甚至呢 人家还介绍了一下啊 作为一个程序员 怎么能够自己搭一个类似的服务 然后从这个叫做什么啊 Flytry的这个里头去把这个数据捣出来 然后自己去展示啊 都学了 这个 叫什么呢 这个啊 叫叫新浪微博的这个服务器呢 他呢会做很多事情啊 就是他应对这种大带宽的 或者大冲击的这个啊 事情呢 他第一个叫分配啊 当一带对人来冲击我的时候 我呢 先找一个服务器 或者找找几台服务器啊 先灵活分配啊 叫平均分配吧 我们管它负载均衡吧 上来一万个人 对吧 然后这也别一万个人上来一个人 对吧 然后我们把一万一万的比如分成一万份 然后分在一万个服务器上没有那么多了 咱们就拍脑子胡说八道了 对吧 然后分先分配 尽量分的均匀一些啊 尽量分的均匀一些 所以这个过程叫负载均衡 然后再分配完了以后呢 要干的下一件事叫什么 叫排队 因为你到那也不能马上干嘛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跟咱们在医院里的看病啊 做底显的过程一样 对吧 这个有这个导购户 叫导览护士 然后呢 这个到那就排队啊 就干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还干了一些什么事呢 叫缓存 对吧 你现在就想刷这个啊 叫做什么呢 啊 这个飞机飞到哪的那张照片 对吧 那我尽量给你缓存在离你近的地方 然后当你发现是要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去取用就完了啊 这样对于整个服务器的开销就会变小 对吧 包括你希望啊 得到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数据 我都直接把它缓存好啊 你下次就不需要到数据库里 到什么各种这个啊 这个叫做什么业务服务器里边 再去重新算了 对吧 我都给你直接存好 存出静态的啊 这是缓存 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 然后来提高这个叫做并发的这个处理能力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过分的那个技术了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叫丢掉部分这个请求 比如说你上午来排队了 我应该10个人啊 能够排队 然后到最后一个人大家还会满意 然后当你是第100个人的时候呢 我就把后边的 比如说多少个人就直接扔掉了 我就不给你服务了 直接告你访问失败 然后你重新来排队就好了 咱们以前买火车票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买着买着 咔一盖盖没了啊 或者没有了 请明天赶走 就是叫丢掉一部分请求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给一些旧结果啊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刷新浪微博 最新的结果刷回来 但是你要想刷最新的结果呢 他就需要第一要同步 大家都有什么信息上来啊 因为大家也在全国各地 或者全世界各地来发嘛 然后呢你首先要同步在一起 说把所有的信息都同步在一起 然后呢再干什么呢 再做这个叫做什么呢 分配啊 我再去运算 然后再排序 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给你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这个服务器的 那么我可以处理一个什么方式呢 我给你一些不太新的结果 对吧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每几分钟给你运算一次 我不要实时给你运算 这样也可以减轻服务器的负担 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互联网架构师应对这个大并发的一些玩法 应对大并发的玩法 当机呢 就基本上就是分配和负载军峰失败就会当机 这个用了30分钟才恢复回来 而这个这种当机呢 其实是比较好恢复的 因为他叫讲的是什么呢 叫带宽容量超限 叫带宽容量超限 这种呢就是你只要是把这个重新分配一下就好了 他怎么分配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进来以后呢 这个我们会先去告诉这个新浪微博的客户端 比如说我是用手机 我新浪微博有一个客户端 你第一件事要干嘛呢 要把这个一个表分配到那边去 或者说我可能我哪怕不分配到这个客户端去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反向代理 眼睛亮了是吧 你这有代理 跟那个代理没关系啊 这个反向代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访问一些服务器 然后这些服务器呢 根据你去请求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向新浪微博的服务器去请求了 说请看告诉我这个最新的这个微博动态是什么样的 他呢来判断说啊 我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啊 我是在上海 我还是在广州 还是在北京 还是在东北 我在什么地方 我是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还是宽带 还是这个手机 我他先给我把这个东西 通过我的IP地址 通过什么东西 先确认了 找一个表确认一下 确认完了以后呢 他会给我生成一个新的这个 就是访问的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说你到这个服务器上去访问相关的东西啊 其他东西你就不要去碰了 这个东西是现生成的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管的叫反向代理 我不是直接去找那个服务器 而是在这个反向代理服务器上 去得到我应该替我服务的这个服务器是谁 实际上什么意思 就是说叫分诊 我们还是以这个医院看病为这个案例 有一个分诊台 我到那去说我要看病 我是什么什么病 我是这个有什么问题 对吧 我是这个男子女的 然后我这个也怎么怎么样 然后分诊台说哎呀 这个你这个病呢 应该看什么什么科啊 他现在搞清楚 然后呢 说你应该到张大夫那去啊 他们今天人少 那我就到那边去了啊 大家就干这么个过程 然后所谓分配失败呢 就是比如说哎 今天这个正好一堆人看病 然后发现来的人太多了啊 然后在我们再把一些这个 在家休息的医生在临时叫来啊 叫来以后呢 结果这个分诊台的人不知道啊 说现在多了三个医生 他不知道那没有给他分 那么新来这三个医生就没事干 那么原来那些医生就累得要死 大概基本上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遇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呃 但这个事呢 只要是你把这个啊 叫做分配列表重新改一下就行了 告诉那个分诊台的护士说啊 现在多来了三个啊 有新来的人先往他们那分啊 就是这样 跟大家啊 讲一个这个什么呢 讲一个这个以前啊 更严重的一次当机事件啊 这个呢 是当时有一个开源项目叫卡三转 叫卡山德拉啊 他呢是个数据库啊 大家知道数据库一旦当机了 那你就基本上恢复不回来了啊 他把当时的一个很大的 是myspace还是谁我忘记了啊 一个这样的公司直接给整死了 就是本来他是有机会成为 呃像facebook那样一个伟大公司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公司啊 不是myspace是一个 呃我一下想不起来 反正也是一个s呃 一个社区网站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社区网站 他们就升级到这种卡三转的这种系统上去 对吧 卡三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写入快 就大家一起往里写啊 然后写的非常非常快 但是读的时候也慢一点啊 啊这种数据库叫列数据库 就是啊不跟大家解释 具体细节了啊 他呢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每一次给我一个数据的时候啊 我下头有十台服务器 假设把十台服务器我又往里写 然后写的时候呢 呃我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这个均匀的写在这个十台服务器里面去 哎就是我让这十台服务器每一台服务器被写中的机会呢都是十分之一 哎他是这样来工作的 但是呢这个里头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啊当我发现这十台服务器的这个CPU啊内存啊占用都很很高了以后啊 我就需要加服务器进来 然后加完服务器呢 我需要干嘛呢 我需要导这些数据啊 我需要导这个数据让这个服务器 比如我加了两台服务器变成12台服务器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干一个事情 就是把大量的数据在这个12台服务器里面变得很均匀 哎然后呢 这个当我需要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也知道啊 我这个啊在12台服务器里头 这个数据是均匀分配的 然后在写的时候 我也均匀写到12台服务器里面去 就是新数据需要写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你每次加服务器的时候呢 他需要做大量的口碑 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复制 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在运营的时候 有一个运营策略是错的 就是呢他要到80%还是90%占满的时候呢 才去重新分配服务器进来 那么在这个这个时候你分配完服务器呢 啊他要进行这个服务器之间的这个数据数据复制 直接去把服务器给弄崩了 对吧 然后因为这个数据库崩了嘛 就各种数据就整个存的就乱掉了 所以那个公司最后就直接挂了啊 那公司就直接挂了 这个是应用这种开源系统大概比较惨痛的一个教训 对吧后来他们就改了啊 后来改了改成这个就是每次大概到啊 百分之六七十满了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加新服务器进来 哎这个啊甚至说我比如说又下降了以后 你还可以把那个服务器退掉 原来现在有这个叫做啊云服务吗 大家都是什么呢 通过脚本啊 就是我通过一个程序通过一个命令啊 当我去监控说我的服务器带宽达到百分之多少了 这个服务器的负载达到百分之多少了啊 我就直接向这个啊叫什么呢 云云服务商去提要求 说啊现在请给我多分配十台服务器啊 请给我多分配多少带宽就会去提要求啊 提完要求以后呢 这个服务器服务商就会给我提供 然后用完了以后就直接把他们释放掉 然后呢到月底了 或者什么呢 这个服务商按照我这个使用的情况 都使用了多少分钟 然后我来收钱啊 大概是这么玩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呢就变得非常非常方便了啊 啊最后呢咱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叫谁呢 这个新浪微博这个事呢 到底是真的当机了啊 啊还是叫战术性当机呢 咱也不知道啊 咱们也不用阴谋论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当机这个事呢 啊跟大家稍微讲讲负载均衡是怎么回事 啊然后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呢 讲一点技术故事吧 就是尽量啊 用这个医院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讲的 大家应该能听的明白 大概是出了点什么故事 对吧 好啊这个事情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